正当全球迎接2024年,充满期待之际,日本遭受了一场震撼人心的天灾,7.6级的地震。 可以说7级地震是巨震的级别,而在灾难发生以后,高僧却说,元旦这一天是日本人最好的一天,2024年往后的每天都不会再比这天更圆满了。 真相到底如何? 我们一起来听,首先日本发生的7.6级地震阵级的破坏力令人担忧,可能有些人不了解,这便是解释之必要。 7.6级地震的能量是极为强大的,能够致使大面积的建筑物倒塌及基础设施瘫痪,并可能触发如海啸、山体滑坡等多重次生灾害。 地震的效力简单对比下,6级地震释放的能量约等同二战时在广岛爆炸的原子弹,7级则是此能量的30倍,而7.6级更是令人难以置信的震撼。 据悉,地震已经在日本引发了灾难性的影响,包含观测到的约5米高的海浪和罕见的沙土液化现象。 地震发生后,石川县的制鹤核电站变压器起火,虽已被扑灭,但1号机组发燃料池水溢出,导致冷却泵暂时停止工作。 无独有偶,当地时间1月2日,一架从北海道新千岁机场飞往东京羽田机场的日本航空空客350客机,在羽田机场着陆时与日本海上保安厅的飞机相撞,客机在跑道上发生爆炸并起火。 火灾造成5人死亡。 民众不难发现,此次大地震灾难使得地面仿佛有生命似的起伏不定,给人以深刻的心理打击。 谈起此前经历的地震,居住在石川县金泽市的石川县华侨华人联谊会会长魏贤任心有余悸, 他在接受中心社记者电话采访时说,自己长期定居日本,已经历过多次地震,平时十几秒就过去了,但是这次我感觉有两三分钟那么长,没想到地震持续时间如此之久。 魏贤任说,地震发生在元旦,他在家中和家人团聚,由于家中人数较平时多,地震时他尤为担心。 魏贤任用手机录下的地震画面显示,房屋内吊灯剧烈摇晃,房屋在晃动的同时伴随有物品掉落的巨大声音,他的家人正用身体护着小孩,等待地震过去。 魏贤任说,家中供奉的一尊佛像由于地震受损。 这尊佛像是我收藏的明代作品,很难得。 平时放在不太高的地方,这次地震摔下来了,佛像断了几根手指。 在日本,新年到来后有拜佛的习俗,即出义。 魏贤任说,摔坏的佛像自己在一日凌晨一点钟才拜过,这次地震给他一种无常感。 不过,不幸中的万幸是家人没有在地震中受伤。 魏贤任说,目前,日本政府已经紧急疏散了约4.6万居民。 遗憾的是,石川县至少已有30名居民因此次自然灾害失去生命。 同时,核电站也在震动中受到影响,其变压器遭到损坏并一度起火。 虽然火势已被扑灭,但相关冷却水溅出的情况也令人关注。 日本气象厅也已经发出了严肃的警告,尤其是在海啸警报区域的民众需立即撤离。 未来一周,尤其是接下来的几天,存在再次发生大震的可能性,民众需保持警惕。 灾难发生之时,正值元旦假期时间,也有很多台湾市民前往日本游玩度假, 希望在日本的各位同胞们平安无事,并且早日返回家园。 航班的取消或许带来了不便,但人们的生命安全无疑是最重要的。 在这样的灾难之下,我们也不免想到程世强教授曾经做出的预言, 人类在未来的30年间会面临五大灾难。 第一是缺水,第二是缺土,第三缺人,第四缺粮。 而一切罪恶的根源都是因为第五点缺德。 这是程世强教授在2010年做出的预言,而这无缺也在如今一一显现。 尤其是在日本排放和污水以后,天作孽有可恕,人作孽不可活。 一个人如果不遵守道德规范,不尊重他人,不珍惜生命,肆意妄为, 那么他必然会自食恶果。 一个国家同样如此,如今的日本就应验了这句话。 8月24日,日本不顾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丧心病狂开启和污水排海行径。 也许是老天震怒,紧接着报应就接踵而至。 先是一场罕见的暴雨袭击大坂,雨水就像瀑布一样砸在地上,瞬间水流成河。 随后,接连两天,日本连发三次地震,分别是5.8级,4.3级和4.0级。 虽然日本处在地震带上,平时也没这么频繁,这三次地震的级别虽然不算大, 但这是不是预示着更大的地震甚至火山爆发呢? 难道是日本将河污水排放入海,这一道行逆施的举措,遭到了天谴。 只是没想到,报应会来得这么快? 如今,惊人的事实证明曾老先生的预言开始成真。 早在2010年的时候,国学大师曾是强教授,就曾预言老天会惩罚日本。 日本发生河外泄的时候,靠他最近的水。 台湾,就在隔壁,很多人打电话问我,有没有关系啊?要不要跑呀? 没关系,老天会做主。 风往南吹的话,台湾就危险,但拼命吹西风的话,就会一直吹,吹到美国。 日本排河污水,会遭遇海水倒灌,最后流回日本。 程世强早在2012年就曾明确指出,海水是活的,一旦像海洋排放和污水,就等于灌入了一个巨大的反射器。 排放物质迟早会以反作用力的形式回到陆地上。 如今看来,他的预言准确无误。 台风达维正在扮演这个反射器的角色,将日本人的疯狂与剑月狠狠甩回他们自身脸上。 联系到之前每次排放核污水,日本各地的沙滩都用上了数千吨的死于尸体,以及如今的巨震,和后续引发的火灾、海啸、核电站和污水泄漏,都是老天给的一个又一个的警告。 当初,日本不顾中国的劝阻,执意将核污水排放入海,甚至不惜用700亿日元去做核污水排海公关费。 要知道这700亿日元是核污水排海预算的20倍,蒸汽排放预算的2倍。 也就是说,在能够选择安全方式处理和污水的情况下,日本毅然决然选择了对世界让世界人民来承担苦果的最坏方式。 现今的巨震灾害似乎只是一个千吨死于尸体被日本忽视以后的又一个警告。 如果日本不加以重视,恐怕之后会有更严重的后果,比如说富士山的喷发。 据说,大灾之前都有无数小灾的预警,这不禁让人想起沉睡300多年的富士山。 富士山是日本著名的火火山,历史上平均每120年才爆发一次。 根据2001年的数据,富士山的火山口已经从原来的44个增加到了250多个,内部压力爆棚,完全具备喷发条件了。 屏幕前的朋友,您期待这场百年爆发吗? 如果富士山爆发,将会出现怎样的场景呢? 首先爆发的两个小时内,火山灰江迅速覆盖整个东京上空,并不断地向整个日本扩散。 三小时内,日本东西部交通直接瘫痪,随之而来的是大面积断水、断电、无线电通讯中断,铁路、机场停运。 五个小时之后,地震、海啸、洪水、酸雨将接踵而至。 这种情况将会持续几天到几周的时间,保守估计会有上千万人陷入绝境之中。 有的朋友担心会对我国造成影响,事实上,完全没有必要担心,富士山处于地球的西风带,在这片区域中盛行从西向东吹的风。 所以,就算富士山真的爆发了,其喷出的火山灰在后续的扩散过程中也将被风吹向太平洋深处,因此对我国不会造成什么影响。 据史料记载,1707年,由于日本纪一半岛南部海域发生特大地震,最终导致富士山火山喷发,喷发的等级为V5级。 另外,据日本地质研究机构的观测数据显示,富士山内的地质活动正在趋于活跃,岩浆也有不断向山口汇聚的趋势,按照往年山口岩浆量来计算,已经超过了往年的六倍有余,而这个数字还在不断地增加中,或以至临界点。 正所谓冥冥之中,自有因果,一念成魔,一念成佛,所有的天灾,大多都是人祸所致。 我们不得不警醒,在大自然面前,人类的存在是极其渺小和脆弱的。 自古以来,天意昭昭,妄图违反自然规律的行为终将遭到最严酷的惩罚。 日本和污水入海,倒行逆施的疯狂举动,不仅严重威胁本国民众的生命健康,也将给整个亚洲地区乃至全世界带来难以预料的灾难性后果。 希望日本能认清形势,及时止损,不要做出祸害人类后代子孙的缺德事,在庆竹难书的罪恶上再次成为历史的罪人。 因为,我们必须理解因果寻坏,天道轮回报应的本质,人类只有心存敬畏之心,顺应自然秩序,才能避免更大的灾难降临。 在一次次大的灾难面前,一次次写的教训,都在一次次警醒世人,让我们不得不反思,在大自然面前人类的局限与渺小。 正如曾世强先生生前所言,人类只有一个地球,我们应该敬畏自然,保护环境,减少自然灾害,才能健康生活。 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观看。 如果您喜欢这个视频,记得点击订阅,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